大家好 这两天呢 有关解放军间谍 唐娟呢 又有一些消息陆续传出来 那么张太公呢 今天跟大家呢 把唐娟这个案子啊 引申开 我们再聊一聊 我们再拿一个跟唐娟的参照物 就是孟晚舟 我们把他俩放到一块来聊一聊 就是说同样是间谍 怎么待遇这么不同呢 同样是韭菜 难道还真是有贵贱之分吗 对不对 那么我们把他俩这个事聊一聊啊 觉得这个共党呀 在做这些事情方面 确实是很残酷的 现在唐娟的消息呢 是这样的 就说是他当时6月26号 被FBI调查以后呢 他没有承认他是间谍 但是FBI呢 把他的这些签证和护照都收了 收完以后呢 他就跑到了这个旧金山领事馆 据说呢 他到美国来做访问学者呢 是带着他的女儿一块来的 但是呢 当美国开始对这个 有军队背景的留学生开始调查以后呢 他就把他的女儿送回国了 那么我估计呢 这也是组织要求吧 你带着你的女儿在这 万一你申请个批护怎么办 你做一个污点证证怎么办 对不对 那就是要求他把女儿先送回去了 就等于说是女儿在国内当人质 你的女儿跟你丈夫 还有你的家人都在国内 那么他们更好控制你 对不对 这是一个消息 然后呢 又有一个消息呢 就是说 谭娟从这个大使馆走出来呢 是为啥呢 是因为他有病 他说是他这个有病 他要出来看病 在大使馆的人员陪同他出来看病的时候 FBI把他给抓了 现在的这个版本呢 是这样的 然后有关唐娟的这个最惊人的消息呢 就是江台公前面那期节目做的 他是跟那个江苏省公安厅的厅长 有那种情人关系 那些网上传过来的消息 但是今天说他被抓呢 是他从这个领事馆出来看病 被抓 我觉得这个呢 有一定的可信度 因为这个是美国之音报道出来的 然后这个里面呢 还有一个消息是可靠的 就是说他上次开庭的时候 他没有请律师 是法庭给他指定的律师 他没有钱请律师 所以他也没有被保释 现在就等着第二庭开完以后 看他能不能被保释 那么美国这个保释的话 那你就要交钱嘛 有人来替你运作这个事情才行吧 对不对 所以呢 同样是间谍 那么谭娟这个待遇呀 非常非常的低 他就相当于当年那个金屋袋 一旦暴露以后 没人管了 所以现在唐娟这个事啊 我们可以肯定的是 他有这个暴露的苗头以后 组织上让他把女儿钱送回去 那组织上不管是用采取什么方法 那肯定还是欺骗的方法 就是说我替你好 你先把女儿送回来 然后呢 我们再想办法把你搞出来 组织上肯定会这样给他说 这里头呢 也有可能唐娟就是个很坚定的 共产主义分子 他也就做好了牺牲小我 保护大我的这样一个决心吧 所以他也同意把女儿送回去 然后他按照跟这个中共的约定 跑到了旧金山领事馆 寻求帮助吧 按照他的说法就是 我没有证件了 我啥都没有了 我到中国领事馆是来寻求帮助的 他是这个借口进入领事馆的 那么呢 他可能也跟领事馆商量好了一些办法 可能想等这个风头过去再怎么样 结果呢 美国这么样不愿意 把休斯顿领事馆先给来了个一窝端 那么这样的话 旧金山领事馆也害怕了 那怎么办呢 他们又编了一套话 就说是 谭娟有病 我们送你出来看病 这样的顺理成章的 把谭娟交给了FBI 那么这个也有可能是 谭娟做好了牺牲的准备呢 对不对 这种人有呀 共产党宣扬了那么多英雄 难道说对他们没有一点影响力吗 对不对 假如说谭娟是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 可能他就是按照这种组织的安排来做的呀 然后在后面呢 他要开庭的时候 他也是跟这个组织上商量好的 他为了撇清跟组织上的关系 他说我没有前庭律师 对不对 也没有组织给我指定律师 那么他开庭的时候 就没有律师 是法庭给他指定了律师 那么他在法庭上的辩护是啥呢 就说是第四军医大学 他是对社会招生的 那么你上大学的时候 你可以考到这个大学里头 任何人都可以 你在里头 虽然不是这个现役的军人 但是在上学期间 大学里头是要求你穿上军装的 对不对 但是你毕业以后呢 你可以到任何地方去工作 这就是他辩护的理由 说他呢 不是现役的军官 他只是在有第四军医大上学的经历 我看这个谭娟是铁狗钢牙了 实际别人能这样动手抓他啊 他绝对是有证据被人抓到的 那么谭娟呢 现在让我来说呢 实际他已经成为了一个共党的棋子 后面的一切呢 只能靠他自己了吧 共党在这个上面 是比别的国家做的都要坚决 一旦这个间谍被发现 他们马上做一个切割 就承认跟你没有关系 对不对 不会像别的国家一样 间谍被抓住了 国家积极营救 然后交换人质 等等 用一些办法把这个间谍给换回来 那么老共是不管的 那么你被抓住了 你就要为党国尽忠 从现在唐娟的情况来看 他应该是去为党国尽忠了 这个呢 也是符合他们入党的时候 那个誓词嘛 哪怕为共产主义事业 献出自己的生命 这也是共产党员的一个入党誓词 所以我们从一个普通人的角度来看啊 在这种情况下 共党做出这样的一个举措 就说是很果断的跟谭娟切割 而且是没有人替他来张罗这个事情 他现在就是一下子跌入了人生的低谷一样 就还不如一个普通的人 普通的人最起码还有个朋友 还有个这个家人 出来给他请个律师嘛 因为美国是个讲法律的地方 你不要判你犯法 你可以请律师来主张你的权利 你只要有钱 那么我想 谭娟也是工作这么长时间的人 他应该有这个能力啊 问题是到这个关头 没有人给他来出头了 那么共党要对他进行一个很完全的切割 可能这是最根本的原因 那么我们再看孟晚舟 我们的孟大公主 她当时在这个加拿大被抓了以后 你看国内那个反应多么的激烈 那就摆出了要用国家资源来营救孟晚舟一样 而且马上有人花了高价保释他 给他请了在加拿大最好的律师团队 来给他洗清这个罪名 那么你看一看 这个能一样吗 对不对 那么同样是犯了间谍的嫌疑罪 那么唐娟只能待在美国的监狱里头 孟晚舟呢 依然能住在他那个高档别墅里头 很潇洒还能去读大学还能去逛街 而且配了几个保镖 日子可以说是比13亿9的老百姓都过得好 对不对 这差别也太大了吧 对不对 那么你再说这个任正非这个企业家 那么他也是党企业 对不对 他也是被党领导的呀 那么孟晚舟也是党底下的医院干将呀 他应该跟唐娟是一样的呀 都是为党国卖命的 怎么有这么大的差距呢 对不对 你看孟晚舟这个事 现在这已经打了几天了 引不引渡还不好说呢 国家还在动用各种力量在营救他 外交层面经济层面 包括对加拿大政府施压 对不对 那个钱就不用考虑了 只要能把孟晚舟救出来 花多少钱都在所不及 何况请几个律师呢 对不对 同样是间谍 什么差距这么大呢 现在的情况就是 孟晚舟可以住在高档别墅里头 一天享受着人生 然后跟资本主义世界慢慢的打着官司 来洗清自己的这个罪 然后中共这边都用一切力量来营救他 那么为什么像谭娟就没人管了呢 连个律师费都不付 甚至都不愿意派一个人出来给他张罗这个事 不就是怕牵连吗 要跟他隔离干净吗 对不对 为什么呢 这就是我说的 韭菜也分贵贱 首先 两人的出身是不同的 那孟晚舟是个什么人物 那么他是绝对的党企 王企 就是王爷的企业 甚至是某个党的财团的白手套 他就是代表了党国相当大一部分人的利益 他就是他们的代理人 而且呢 他如果被招供了 掀出来的事情太多了 所以一定要保着他 最不行是要拖着他 对不对 不能给他定了罪 因为他倒了 后面就会抖掳出来一大堆东西 可能这也是孟晚舟家族 跟中共谈判的砝码 说我女儿你一定要救 那你要不救 我就把这些事情给你搞出去 让你们自己看 所以在这个博弈的过程中 党国还不能轻易放弃他 他是真怕孟晚舟反水 对不对 可能孟晚舟呢 因为他们常年跟高层打交道 也掌握了很多党国高层的东西 所以才有这种局面 这就是高档韭菜嘛 那么唐娟呢 出生平见 他就是个低档韭菜 就比那杂草的地位高一点点 就是党国利用的一个棋子 他甚至可能不知道更多的事情 就是党国来让你干啥 你就是干啥 来让你偷啥技术 你就偷啥技术 让你到美国干什么活动 就是搞什么活动 甚至联系都是单向的 他不知道上面更多的秘密 所以把这个链条一切断 他也成了一个没用的棋子 这就是低档韭菜 你只有卖命的份 你没有被享受这个保护的那个资格 对不对 这种韭菜太多了 甚至国内有多少人要削尖了头 想当这种韭菜 对吧 咱们别的不说 我们看看我们观众里头的那些自干物 对不对 那都不要党国的钱呀 自己掏着VPN的这个上网费 然后出来充当五毛 骂这些反共媒体 对不对 那么假如说给他一个像唐娟这样的身份 那他不就要舍身来干这个事吗 对不对 不要以为没人干这个事 饿得精瘦的狗 给他一个馒头 他就可以替你去咬人 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这就是党国的育人术呀 就是把你老百姓搞得让你非常的疲惫 然后出路呢 又给你的特别少 党国给你一点东西 你立刻就要感谢党的恩情 甚至不惜献出你的生命 那么通过这个之外 人家还有一套控制你的办法 控制你的家人 这是最明显的 你像唐娟的话 直接把他孩子先接走了 那你能不听党的话吗 哎呀 所以呢 这期节目就讲到这吧 孟晚舟的事情大家都知道吗 唐娟这个事情经过这几天 各个媒体在说 大概的轮廓 大家也知道 但是我们把他俩放到一块的时候 这个事情是不是也觉得很有意思 同样是间谍 命运怎么这么不同呢 同样是韭菜 难道说 还有这么大的贵贱之分吗 感谢大家观看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